开车千万要心无旁骛 台九线光复大青春路口就发生了三台车的追撞事故 大货车驾驶开车时低下头找东西 一抬头发现前方路口号制变成红灯了 刹车步骑直接追撞前方两台停等红绿灯的车辆 造成两个人受伤送一急救 也一度造成台九线北上交通受阻 台九线光复段大型路口大卡车 黄色计程车及蓝色小货车 三辆车嘴转成一团 站去整个路口 到达现场的警方除了立即实施交管 同时依程序忙着进行现场测回收证等作业 以厘清造则 路口有交通号制灯管制 天气也晴朗交通视野清晰 怎么还是发生嘴转事故 警方初步调查 大货车驾驶疑似为注意前方路口车况 而嘴转前方停等红绿灯的车辆 造成计程车司机与乘客受伤送医 本案严谨已义程序完成现场车位收证 造势责任将带送检验单位检验分析 以厘清造则 大货车驾驶无奈表示 我才低下头找东西几秒后一抬头 发现前方路口号制灯为红灯 刹车不急 而直接追撞前方两台正停等红绿灯的车辆 自己也相当懊悔 要到要撞到之前吼 我转个身要拿那个东西啦 啊 东西拿在左上转过来的时候 看到前面红灯 踩刹车 紧急刹车 也是来不及 要扫右边 也扫不过去啦 这样啦 要扫右边也扫不过去啦 因为在红绿灯下车子路边 差的那个 后期真的在那边 真的 真美 对啊 大货车驾驶这头一滴 却意外发生三车嘴壮的事故 造成两人受伤 代价还真不小 经警方实施酒测 成行大货车驾驶并无酒驾 只不过又一大货车 因撞击无法行驶 占用了北上内车道 也一度造成北上车道交通受阻 经过一个小时左右 就排除恢复正常通行 记者是玉兰 光复采访报道